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我实现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一会我就喂一点水给这些小鸡吃 然后看到这些小鸡仔健康成长 我也就放心了 这些小鸡仔要养到年底 就可以慢了 养鸭子的话 要养两个月到三个月就可以慢 但是这种土鸡的话要养一年 不知道到年底能不能慢 应该可以慢了 到年底的话应该有个三四鸡了 养鸭子的话 六十鸡就长得很大了 但是鸡不同 一直以来呢 我都自称自己是往西三好男人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然后在农村生活 创业 只要在农村能够想到正确的方式 我都会去尝试 我之前有想过 养羊 养猪 养牛 养鸭子 但是这些都已经失败了 现在最后的希望就是养土鸡了 因为这里有条件 我和表哥一起合伙养这个土鸡 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了 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优秀的男人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自己 只要我开心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这就够了 是不是 有的人说我不够浪漫 其实一个农村小伙子在农村 每天都是要干活 是吧 有什么浪漫 浪漫的话 只有在前面的那些福乐丹那些大蒜哥 才有的浪漫 是不是 我是一个农民 我在农村干活 挣点小钱 是不是 维持自己的家里 吃喝拉撒 这也就够了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我抠门 请问你有跟我生活过吗 是不是 我小勇 30岁 为自己的梦想和努力去奋斗 是吧 我以前 说过五年后开家公司 有的人说我怎么过了五年 你还没开公司 我说那只是一个规划 也是那个规划 因为你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开公司 是不是 站在你的角度 你是对的 站在我的角度 我也是对的 事情没有毫发之分 就看你怎么去想 一个男人结婚以后啊 就是要努力 挣钱 赚钱 我们要想方设法 赚更多的钱 来改变生活 只要我们是在法律框架内 赚得合法钱 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你挣不到钱 占别人眼里 你就是一个窝囊费 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出现 只要你挣到钱了 你赚到大钱了 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不会出现 大部分人呢 他只会记住你的圈点 而不会记住你的优点 只要优点大部分于千点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人不可能做到实觉实美 你因为完美的男人 只不过说 你只是看到了表面 你没有跟他生活过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是看看表面而已 是吧 好的脾气给了陌生人 坏的脾气给了家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得正好 在有些人眼里 你就是天使 你是大善人 但是在有些人眼里 你就是狗屎 你什么都不是 因为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也无法改变别人 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能改变你自己 这个世界也就变了 而且会变得很美好 男人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太累了 因为男人在家里面 就是一家之主 他是家里的顶羊 如果他倒了 这家人都是喝西北风 谁话没有人会体谅我们男人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和表哥好好养鸡 把鸡养大了 卖了 挣到钱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一句话好好干 干不死我 我就往死里干 加油 当全世界都否定我的时候 我都要相信我自己 我行的 我可以的 并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我实现了呢